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中国 一边一国 市政倒退 我们可以忍耐 我们可以通过持续的监督 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跟他算账 但是一旦中国并吞台湾 或者中国里面的政治代理人 或者内应一步一步拖着台湾 往一步的政治靠拢 我们就没有挽救台湾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站出来 对韩国瑜表达我们严厉的谴责跟抗议 对不对 而且我们要对国际社会 刺出一个明显的讯息 这个讯息就是台湾人民拒绝一国两制 反对中国并吞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站在这里的原因 在台湾假设你去小吃店 结果你只能看到特定中国投资的电视频道 去传递奇怪的讯息 你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 结果既然是救国团投资了 他只给你看特定的频道 如果你今天在家里说我不出门 我在家里你打开安博盒子 你打开看到的是习近平的谈话 你看到的是对中国有利的资讯 这些如果说你今天上了市场 你今天去跟别人聊天 结果这些市场里面的耳语 是因为已经有跟中国交流接触的里长 带回来的一些中国有利的资讯 在市场里面传播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到所谓的正确的资讯 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接受到正确的资讯的时候 就会做错误的判断 很多人可能以为 这个没有什么 反正我只要够聪明 我只要够独立思考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台湾的民主制度有美国健全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为什么俄罗斯又可以成功的操纵 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可以成功的让特定的团体不要去投票 这就是最新型心态的一种战争 透过资讯的传播 透过特定偏颇的讯息的传播 让你的资讯爆炸 让你没有办法接触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资讯战是完全没有办法 单单以民间的力量来做抵挡 我们的国安单位必须要动起来 我们民间的駭客单位当然也会动起来 但是必须要有各位的觉醒 要知道现在就是处于战争状态 现在就是处于资讯战混合战的这种状态 这个在中国叫做超限战 以他们统战部以及国安部 发出的这些所有的讯息 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判断失误 大家也知道中国根本就不能使用Facebook 那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账号 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要操纵讯息 所以各位现在也会慢慢开始看到 他们因为账号被删除了之后 开始要买我们台湾 ZEO的一些团体的粉丝专业 去购买一些ZEO的群组 然后在群组里面散播特定的图案 他们透过政治公关公司的活动 现在已经目前把台湾人分成3000种 这3000种的每一种人都投不同的广告 投不同的讯息 你在不同的LINE群组 不同的Facebook 你都可以接收到不同的讯息的时候 它就会巩固你的一些刻板印象 巩固你的观念 让你最后要么就是不投票 或者去投特定的候选人 这样的一个战争 如果没有靠各位的觉醒的话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抵制 其实我来台湾不是为了逃避 或者说是没有选择来的 我是刻意选择来这里 跟大家做一些港台的交流 因为我们都已经快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学生团体 做的100%的自由 是谁说的 就是郑南荣先生说的 然后现在台湾要面对的 就是要把这个自由奉献给中国大陆吗 然后现在香港面对什么状况 第一 就是习近平讲说 如果统一你们的社会嫉妒 生活方式 信任财产 宗教信仰 合法传逸都会被尊重保障 在1984年 中英零和新民 也有一样的承诺 但是现在呢 没有 我们都是 我们的特首贪污 不需要被查 SAC已经没了 人大司法 我们大律师也要出来游行抗议 然后我们很多西云的青年 被重判 进去老房 然后我们有一些民主的参议员 也要被DQ 然后一地两件 好这些可能对很多想要货出去 钱进来的台湾来说不重要 那我跟你说 在过去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人没有赚到钱 只是只有更穷 因为我们的房子都被都是被大陆人炒贵 然后我们的土地被政府没收 然后都是只有6%是盖公仔给香港市民住 其他都是豪宅 然后那些豪宅只是大部分都不是香港人可以买得起 都是大陆人买 然后有八成都是空房 为什么 因为大陆人需要用现金来香港买房子来洗黑钱 那所以如果台湾你真的以为或出去 钱进来吗 我会告诉你 事实上是人进来 是他们大陆人进来 然后里面的年轻人连工作都没有 所以在2019年1月就中单民民调 中文大学有一个民调就说有三分之一已经打算移民 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香港已经没有希望 然后在刚刚习近平发言说要统一台湾的时候 香港大学的民调已经说只是我们对一国两季的信心值已经跌到负3.5% 好因为时间快 那我最好想最后想分享的是在2014年9月27号就是雨伤运动之前我们的学生排进公民港肠的时候本来已经有很多人想要离开如果真的离开就没有雨伤运动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立法会议员长长猫 我们叫长猫 他曾经这样讲 我不知道留下来有什么效果 不知道是否胜利 但是你跟人家打仗被人打到跪低 你可以爬起来再打一次 如果你自己跪下来就永远站不起来 那之后他就用一个动作感动所有的香港人 现在我希望我同样用这个动作 希望原本不想去投票 还会说想要把票逃去 走进中联邦的人也会被我感动 因为我已经来不及明年一月投票 拜托你走进和去投票 帮我们香港人无助的香港人争一口气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